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KTLA报道 在华人社区存在私下换汇的暗道 也有华人在网上转卖名牌商品 但是最近有人在与陌生人换汇 转卖名牌货品时屡屡出事 对方假换汇真抢劫 假网购真抢劫 受害人受到了人事安全威胁和财务损失 其中一起发生在洛杉矶县欧文戴尔的案件中 一名男子试图于在线二手平台 offer up上向一名女子出售他的劳力士手表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潜在的买家 而是持枪劫匪 这起事件发生在12月31日下午2点左右 地点位于Arrow Highway 15800号街区 受害者告诉警方 他先前通过offer up安排了一场交易 并在交易时遇到了一名女子 受害者以为这名女子是潜在的买家 然而在交易过程中 他突然向另外两名戴着口罩的男子示意 接着这两人都掏出枪来指着受害者 要求他交出劳力士手表 随后三名嫌疑人乘坐一辆黑色的 起压轿车逃离了现场 最终警方确认了三名嫌疑人的身份 并将他们逮捕归案 警方在嫌犯家中进行搜查时 发现了被抢的劳力士手表和两只手枪 索性这起案件没有人受伤 在12月14日发生在纽约的一起案件中 两名华人男子在法拉圣阿什大道14310号前面 与陌生人兑换钱 不料这名声称可以为他们换钱的男子是劫匪 在兑换时 两名华人男子被对方用不明液体喷射眼睛 劫匪还掏枪向他们索要钱财 最终劫匪抢走了受害人的包包 里面有信用卡 手机和6.5万元的现金 然后逃跑 纽约警方认为这是模式抢劫案 抢劫时 嫌犯以不明的物质喷射受害人的脸部 在另一起发生在纽约的案件中 一名打算转卖劳力士手表的21岁男子 被安排于陌生人在194街7346号前面碰头 不料对方把不明液体喷射在他的脸上 并强行抢走了这只劳力士手表 然后逃跑 受害人受了轻伤 警方提醒 在网上转卖名牌商品等交易一定要谨慎 小心鸡飞蛋打的风险 近日 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 在泰国的华人老板 近日第三次感染了新冠后 出现了严重的脑误后遗症 思维混乱 语言混乱 于是去医院就医 而耿直的泰国医生检查后表示 这位华人老板可能因为反复感染 长时间肺炎 缺氧 导致了不可逆的脑萎缩 这意味着未来他可能会提前发展成老年痴呆 比如说40岁左右 因此应该早做人生规划 这样的诊断结果无疑让人害怕和绝望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染疫后顺利康复令人欣喜 不过却有人会出现新冠后遗症 美国CDC表示 长期新冠症状为感染后持续四周以上的症状 或新的健康问题 关于新冠传染病的后遗症 除了倦怠感 头痛 呼吸困难 嗅觉和味觉异常 睡眠障碍 脱发等症状外 还有人诉称出现了脑误症状 具体表现为大脑像蒙上了一层物一样模糊不清 注意力下降 而且出现了认知功能下降的例子 一些患上流感等其他呼吸器官传染病的人 也诉称出现了认知障碍的症状 英国牛津大学等 以美国约130万名新冠病毒感染者为主要对象 对感染新冠最长两年之后的痴呆症 及认知障碍等精神与神经系统症状进行了调查 两年里被诊断患有包括脑误在内的认知障碍的人 占总体的7.8% 约为同一时期因患上流感或细菌性肺炎等 其他呼吸器官传染病而导致认知障碍人的1.2倍 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 被诊断为痴呆症的人占比4.5% 是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约1.4倍 新冠病毒感染者在两年里患上痴呆症或认知障碍等的风险更高 显示出了感染造成的长期影响 另一方面 关于患上心境障碍和焦虑症的风险 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感染约一个月后更高 但之后的风险与其他的呼吸器官传染病处于同等水平 调查显示 奥米克戎毒株的后遗症风险也基本相同 奥米克戎感染者的死亡风险低于以前的变种毒株 但是后遗症导致痴呆等的风险高出了约48% 研究小组指出 虽然奥米克戎致死率不那么严重 但有可能会继续对医疗体制带来负担 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联准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表示 随着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以及抑制通胀 美国经济衰退是最有可能的结果 据报道 格林斯潘3日表示 虽然最近两份阅读报告显示 消费者物价价格放缓 但格林斯潘认为 这仍不足以让联准会政策转向 并避免至少温和的衰退 联准会在2022年大幅提高利率 试图将通胀从40年高点拉回 并表示将继续收紧政策 直到完成这项工作 格林斯潘指出 薪资成长以及就业的成长仍需进一步的放缓 通胀回落才不会只是暂时的 美国在通胀方面可能有短暂的平静期 但格林斯潘认为为时已晚 格林斯潘也提到 过快降息的风险是通胀可能再次爆发 一切将回到原点 这可能会损害联准会作为稳定价格保证者的信誉 格林斯潘表示 光是出于这个原因 自己就不认为联准会会过早放松 除非他们认为绝对有必要 例如防止金融市场失灵 近几天 关于中美之间新增航班的消息很多 即前几天 美联航悄悄新增大量航班之后 今天美国的Regulation.gov网站 公布了国航中美航班的申请情况 根据消息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计划对其中美航线做出如下调整 自1月8日起 CA988取消天津第一入境点直飞北京 1月18日至3月28日期间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洛杉矶国际机场 CA987 CA988航班增至每日一班 1月18日至3月25日期间 富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CA981、CA982每日一班 3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 富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旧金山国际机场 CA985、CA986每周四班 3月2日至3月25日期间 富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到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CA817、CA818每周三班 不过暂时未知 深圳到洛杉矶的CA769、CA770航班的运行情况 目前这些申报的航班 暂时还没有进入国航系统 也暂时没有开始售票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国航的官方渠道 随着国航、富航、中美航线 其余的几个航空公司预计也很快会提交申请 分析认为 随着中国彻底放开 中美航线恢复 第一入境点的说法或将成为历史 直飞航班将彻底回归 对于其他航班的具体恢复时间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说法 根据最近传出的中国民航局 安全有序恢复航运输市场的工作方案 其中提到 关于第一季度主流中国航司经自行评估后 即按照2019年历史国际时刻的日均航班量进行恢复 据路透社报道 韩国当局当地时间1月4日说 他们正在努力追踪一名中国人 他在抵达韩国后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却在等待接受隔离时闹失踪 一名韩国卫生官员透露 这名中国旅客三日晚抵达仁川国际机场 落地检测呈阳性 被转移到附近一家酒店等待接受隔离 但是随后失踪 这名官员还说 此人的身份未被公开 但是已经被列入了通缉名单 该名官员指出 若违反传染病控制和预防法的罪名成立 最高可以面对长达一年的监禁 或高达1000万韩元的罚款 而且此人将被驱逐出境 并在一段时间内静止入境韩国 韩国刚从2日开始 强制从中国入境的旅客 在出发前与抵径时做新冠检测 韩国疾控中心透露 590名中国旅客的新冠检测结果显示 约有22.7%的新冠检测呈阳性 上述卫生官员对当局 未能阻止此类事情发生表示遗憾 并说 今后我们将派遣更多人员 包括警员 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就在各国都对中国旅客收紧入境限制之际 中国宣布将于1月8日开始对等反制 北京时间1月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解释了 中国将对入境人员采取的措施 按照关于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的通知要求 1月8日起 来华人员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者可以来华 无需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领健康码 将结果填入海关健康声明卡即可 如果呈阳性 相关人员应在转阴后再来华 对于入境人员健康申报正常 且海关口安常规茧亦无异常者 可放行进入社会面 健康申报异常或者出现发热等症状的人员 由海关进行抗原检测 结果围阳性者如果属于胃和病严重基础疾病的 无症状感染者或轻型病例 可以采取居家居所隔离或自我照护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焦点新闻的内容 我们的朋友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纽约大小事近在纽约焦点